Baby baby 你知道吗 你知道吗 我喜欢你好久了 心里的话 我想要带你回家 土豆的迷惑行为 刚才我扔了一个冻干出来 在这里 土豆疯狂地在凤梨找 往缝里巴拉巴拉巴拉 我快要被它笑死了 这一顿假操作 它好像不太聪明的样子 终于找到了 偶偶吃掉它 真香 真香 原谅我笑得这么开心 土豆实在是太笨了 这个人 你别笑 早上好呀 现在是早上八点半 土豆又来叫我起床了 每天起床的第一件事情 不是先去洗脸刷牙 而是先给这个小家伙上药 最近好多人私心问我 为什么土豆一直带着这个圈圈 其实是因为土豆前段时间得了猫嫌 本来已经快要好了 但是就在前两天 土豆自己把这个头套去掉了 然后把这里挠伤了 可以看到伤口 这里已经结疤了 所以还是不敢轻易地把头套摘掉 还要再待一段时间 等它这里完全好了之后再摘掉 相信过几天就好了 喝好药再把旁边清理一下就好了 奖励你一个冻干吃 太乖了你 土豆你知道吗 你现在在网上有超级多的粉丝 他们都很期待你把头套摘掉的样子 所以赶快好起来吧 加油 有一只很治愈的猫咪是怎样的体验 土豆土豆你怎么在这里啊 我要告诉你两个消息现在 一个好消息和一个坏消息 好消息是 昨天你抱着我那个视频火了 坏消息是 你以后可能找不到女朋友了 因为有三千万个人知道 你是一只妈宝喵了 你们知道妈宝喵出门是什么样的吗 你们知道土豆现在是什么姿势的吗 看一下 还有这边呢 小松包抱着我抱得可敬了 土豆土豆你快来 快点 你又飘移了 你快看 你看他们说你什么 我今天看到他们在评论里说你是 喵姐可爱之神 你是可爱之神吗 你不是可爱之神呀 你快告诉他们 我们是秋名山 秋香 这常来啊 哈哈哈哈 土豆土豆你在干嘛呢 最近有好多粉丝宝宝都在问我 你有没有自己的零食柜 今天我们就来回答他们一下 土豆没有零食柜 因为我们的零食柜子根本放不下 你有什么可好 土豆土豆你知道吗 你那个飘移的视频火了 四千多万个人看你飘移 他们都在问你你是怎么做到的 你给他们展示一下 咱们是练过的 咱是练一家子 哎呦什么 哈哈哈哈 哇这是高的 这是高的 我有一点 当铲使官第一天在家时 我放假了 小猫咪小猫咪快来玩呀 你怎么走了 当铲使官第五天在家时 土豆我真的太无聊了 你来陪我玩一会儿吧 看你累的 你陪我玩一会儿吗 好了好了 当铲使官第十天在家时 你咋了土豆 你怎么了 你是怎么了 太难了 快来陪我玩一会儿宝贝 你看你咋了 完了 这好多瓶都是被我玩坏了 宝贝 我真的太闲了 只能跟你玩了 不摸你好吗 你的头都被我摸平了 好了好了 我不摸你了 不摸了 你都被我摸成兔头小宝贝了 哎呀 好了 不摸了 别生气了 挑战全网脾气最好的喵 我摸一会儿给自己累成这个样 累成狗了你 真是腿不疼了啊 腰也不疼了 哪都不疼了 土豆 妈妈今天告诉你一个事情 我发现在这个角度看你没有脖子了 你跟我说你脖子去哪了 你脖子呢 不是你自己看 你看确实没有 有 我错了 我说错了 有 咱有 咱啥都有 妈说错了 咱啥都有啊 咱啥都不缺 你看几眼的呢 啥都有 我说错了 可睡了你 宝贝 你是让我看你的大长腿吗 嘿 哟哟哟 土豆 摸一下 这么软呢你啊 哟哟哟 这么舒服呢 你是在跟我笑吗 瞧你的小鼻孔里都有小星星了 太可爱了 3 2 1 吹着风 吹着风 和你一起穿心 野兔的风景都是给你 干啥呢 啊呜 这大一口啊 哎呦 肉给我揪掉了 好了好了好了 好了 你咋这么凶呢啊 你咬我你还配个音 你还啊呜一口 太坏了 你咋这么粘人啊 走开 过去一边去 自己过到那边玩去 这么委屈呢 哎呦 鼻子都是小星星啊 这么可爱呢 为什么你的鼻孔里有小星星 哎呦 你等一下这样的坐姿笑死你 好 妈妈妈妈妈妈妈 哎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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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aby baby 你知道吗 哦 你知道吗 我喜欢你好久了 心里的话 我想要带你回家 你说 dest可爱是宝贈我 什么甚至上 问我 请立即宝账 电子 你好 escuch核狗